你好 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李作恆 現在你要看到 是名模前率軍的男友 也就是北市88會館的負責人郭哲敏 因為涉及洗錢 組織犯罪等等相關案件 新北第一月下午3點40分 已經裁定了 他的保釋金提高到1億元 如果到了晚間10點以前 還籌不到招保金的話 那麼將要被還押 好 那麼接下來來看到 是有這個攻擊事件 有這麼生氣嗎 高雄有一名男子大清早的 突然就暴走了 那麼他先是闖入了大樓 攻擊了保全和管理員 那麼在攻擊超商的男店員 就連檳榔攤的女員工也受害 最後警方是噴了辣椒水壓制送衣 原警到場 男子竟然動手攻擊 被噴辣椒水制止 清晨五點多他先是闖進大樓裡 動翻西澡保全員上前詢問 男子竟然手持花瓶攻擊 甚至一腳把保全員踹倒在地 就連管理員上前幫忙制止 也照到他攻擊 凶狠踹人拿花瓶砸人的過程 全被監視器拍了下來 造成保全員及管理員頭部挫傷 之後他還跑到超商 拿破花瓶割傷了男店員的耳朵 就連檳榔攤的女店員 也被他砸傷 他拿花瓶丟直檳榔攤的年輕女店員 導致女店員的鼻子受傷血流不止 真的是嚇壞了 男子一連攻擊三男一女之後 就在六河路的藥局門口動手行搶 男子在六河夜市附近大暴走 一連攻擊四個人還企圖搶奪富人的機車 警方到場雅志 他還情緒激動作勢攻擊 最後被四五名員警合力壓制 強制送醫 TVBS新聞徐克成高雄報導 進一步了解 證明隨機攻擊的嫌犯 他沒有前科 也沒有領身心障礙的手冊 那怎麼會大老遠的跑到市區 四處攻擊呢 警方還在調查釐清 而現在又他被醫傷害 強制罪嫌移送 身穿背心的正姓嫌犯 手持花瓶朝店家玻璃大門猛砸 這還不夠 他又走到旁邊雙手高舉花瓶 繼續朝玻璃落地窗 狠砸三四下 整片玻璃晃得超大力 雖然玻璃窗沒破 不過他手裡的花瓶卻碎了滿地 但他還是不過癮 亂翻髮廊要送洗的毛巾 還全部撒了出來 讓目擊民眾嚇壞了 更早之前嫌犯疑似到髮廊旁停車場 捡起廢棄花瓶 在大街上閒晃 還不斷揮舞朝著空氣 拳打腳踢 砸完髮廊 他就一路跑到附近大樓 還知道要避開保全視線 留進大樓時 還把碎花瓶藏在背後 若無其事走進去 回到大樓被打傷的保全 整個頭看起來很腫 剛從醫院爆砸完 低調不想再說 騎乘摩托車離開 屠如其來的攻擊 其他同事都覺得太誇張了 那就是我剛剛給他 先住院那邊 稍微那邊翻一翻 然後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請他出院 然後就突然攻擊我們 但是我們這個人 完全不認識 男子攻擊路人不沈轉頭 是碎花瓶衝進斜對面的大樓攻擊保全 再跑到大樓一百公尺外的超商 與隔壁的檳榔灘連續隨機攻擊四人 三十八歲正姓男子是岡山人 十七號晚上他就離開家中 十八號清晨五點多 卻到距離岡山二十幾公里遠的 新興區犯案 沒有千科也沒有身心障礙手冊 警方將一傷害強制罪嫌移送 剛提到的八八會館負責人郭哲敏 他的女友在七十三分鐘就籌到錢 戴著帽子穿著外套的長髮女子 匆匆走進法院 跟在他後方的一男一女 提著行李箱 也是急急忙忙的走進去 原來這名長髮女是八八會館負責人 郭哲敏的名模女友前率君 朋友手中的行李箱內 塞滿了五千萬元的現金 是來幫郭哲敏辦交保 八八會館負責人郭哲敏之前 因為經營線上賭博網站 以及地下匯兌案 涉及洗錢 還有組織犯罪 還潛逃出國 檢緊調 去年八月好不容易將他 從泰國解送回台 積壓獲捲 沒想到就在今年的十一月八號 新北地院何一廷認為他 只要交出一定數額的保證金來擔保 應該有相當的約束力 沒有積壓必要 當時裁定五千萬元交保 偏偏西北檢不服 抗告成功 紫壓官表示 郭哲敏在今年四五月交保期間 電子腳樓就警告過926次 包括離線電量不足 打電話給他 也不是本人接聽 懷疑根本就是在規劃逃亡計畫 但是郭哲敏表示 電子腳樓從來沒有斷電 他也沒有拒接來電 何一廷這回 歷經二十分鐘的評議之後 裁定加碼五千萬元 改以一億元交保 同時要求佩戴電子腳樓監控 而且每天早上十點到中午十二點 在指定住所的門牌前 要自拍照片 向科技設備監控中心報到 沒有想到他的名模女友 前率軍在法官預知結果的 七十三分鐘之後 就提著兩大皮箱的 五千萬元現金 來幫郭哲敏辦交保 籌錢速度之快 恐怕早就有所準備 TV必須要做我們報道 好棒球十二強賽 中華隊真的很棒 明天就要出發到日本 打超級循環賽了 只是從不被看好 到現在順利的闖入四強 網路上發起了有趣活動 球迷們是自主準備了道歉表 還成立網站 說是要跟中華隊道歉 現在有機會進去東京 我就覺得很開心 2013年經典賽 可是是牛捧捕手 所以這次有機會 下場比賽就覺得很期待 期待看到日式姻緣 十二強中華隊競技四強 關鍵有撈歌的三分泡 只是昨晚撐得太high 讓總教練曾豪居 快承受不住 我抱他太用力了 當下其實就很興奮 真的很high 還有勝利之舞 老哥林立林家政都來一段 畢竟從不被看好 到現在真的要到東京巨蛋 不被大家看好的時候 大家相信自己 那做到了 接下來就 也是一樣就好好享受 每一場比賽 然後盡全力去 幫台灣奪勝利 休等幾累 這出發前 球迷的道歉表先交上 窗外拿著超大道歉表 拉拉隊 賴可也參與咖 跳著應援曲 還說看大家道歉 我看得很開心 但到底又到什麼歉 有人跟潘姐凱說 說被戴風向了 以為喵喵三壘很破 還有的誤會 終止三壘沒人 也跟張國豪道歉 說不夠尊重邦邦 甚至有人跟戴裴風說 我還是沒學會你的應援曲 十二強道歉大會師 也有網站跟排行榜 截至十八號校五點多 417人填寫 最多人道歉的 有中華隊 曾豪居 還有潘姐凱 直尿再揉 丟到垃圾頭 但謝謝球迷 願意支持 至於同樣 也被點名的曾豪居 有人道歉 說總萬軍失利之後 就不看好你帶隊 但現在成為 對時首度闖入四強 要帶隊前進東京 也期盼再刷新新紀錄 這道歉 求迷們都是到的心甘情願 但是中華隊要去東京 很多人也想要去應援 那到底能夠搶到 飛往東京的機票嗎 來來來 趕快動手指 華航安排了 11月20號的航班放大機型 開放超過了120個座位 晚間7點已經開賣 一早6點就來敲門 名將立委國國文 三顧茅庐 因為世界12強 棒球賽中華隊挺進4強 副賽將在日本東京巨蛋開打 身為資深球迷 想去現場應援 但門票機票票票難求 只好找上中職會長 立委蔡奇昌幫幫忙 6點多就發信訊 對 對 對 然後另外還跑去黨團找人 我也看到你的檢訊 抱了三次免 對 對 我有看到 展現出我想要去東京的決心 對 對 對 蔡奇昌會長變總機 手機接不完 光是一早就有30多位立委 簡訊電話來拜託 臉書也瘋狂被Tag 想知道怎麼取得門票 第一個要先解決機票 對 門票的部分我們也 可以跟日本那邊聯絡 就是怎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你 存在這種資深球迷 要怎麼去買 球迷的服務案中職會長 怎能不管 承認會和日方協調 整理購票資訊 要球迷稍安勿躁 我也會請教育部來幫忙 就是說到底這個 門票的部分 可不可以跟日方有一個協調 跟主辦單位 有一個協調 可以不可以讓 這個門票的購買的資訊 能夠讓大家更清楚 但有門票還得有機票 四強賽碰上日本旅遊旺季 加上應援團 啦啦隊 還有教練 以及大批粉絲向前往 臺灣飛日本航班量能 恐怕難負荷 球員的部分是 這個大會統一處理 也就是大會 這個包了一台飛機 這個飛機呢 是由這個三個 兩個勝隊 加上澳洲隊 交通部除了聯絡華航 期盼加開航班 也和日航日方機場 同步聯繫 要讓中華隊前進日本同時 臺灣加油聲 也能響徹東京巨蛋 好 加油聲是不能輸的 這樣的球迷經濟也順勢帶動了 周邊東區商圈的人潮 另外是在運動行銷的部分也很火熱 有公司是已經向美國大聯盟提出計畫 想要邀請大聯盟的隊伍 可以到大巨蛋進行海外開幕展 給予百分之十的加碼 中央隊一旦奪冠 台北市長講完再加碼 屬於台北市的選手 就會再多得到七十萬的獎勵金 額外送出獎勵金 盼上球員有更多動力 只是在B5賽事劃下句號之氣 也傳出這項好消息 與日本火腿的大巨蛋交流賽 已成定局 就在明年三月一日二日舉行 分別對上中信兄弟與統一 而美知識方面 常年有海外賽慣例 像是2019年在日本東京 2023年在英國倫敦 2024年在韓國首日舉行 又在排除2025的東京 與2026的WBC 據悉2027以後 相關大會積極爭取 正與美方交涉ING 我們有初步的交換 所以才會獲得這些 相關的時程的一些安排 對 那這個就是一整個 他們不管是大聯盟或是工會 這邊他們也會在 把台灣列為一個考量 有大巨蛋之後 對於我們來申辦這個開幕戰 當然機會是會比較高的 大巨蛋的票房 屢創家機下不少的賽事跟活動 都希望能夠辦在這裡 現在在大巨蛋旁的巷弄裡面 也有不少店家都在裝潢 因為東去帶的商機 後市看長 經過統計 包括大巨蛋周邊的人流 就增加了三成 東區商圈的商機 營業額都增加了將近四成 那我們東區的空置率 其實在最嚴重的時候 接近30% 整個大巨蛋效應之後 有整個下修到12、13 那甚至到上個月 已經到8%了 如果9點半結束 來到我們這邊10點 就很明顯的感受到很多人 會擔心說接下來可能建築會不會長 當然 要能夠賺錢 當然微調無所謂 12強競技 球迷開心 周遭商家 有生意 無非是皆大歡喜 中華隊順利搶到了四強的門票 前進東京 這也證明說球是圓的 只是有幾家歡樂 那就有幾家愁 韓國媒體就感嘆無緣晉級 時間交給記者葉峰瑋 在12強賽的B組 遇在最後一天 南韓今天是以5比2 擊敗了澳洲隊 這一次的12強賽 他們已經劃下了句點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來晉級復賽 那對於韓國人來說 其實相當的挫折 因為他們原本是希望能夠 衝擊冠軍 甚至推了最好的投手 來對付日本隊 當然最後輸了 甚至在那之前 就已經被中華隊給打爆 這也是南韓說 他們這一次 成績最差的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對中華隊被打爆 所以打亂了他們整盤的 投手調度 那現在這個韓國的媒體 其實馬上就來檢討韓國隊 甚至在他們預賽還沒有結束之前 在今天比賽之前 他們就已經在昨天晚上 做了大篇幅的報導 所以這次南韓隊 在這個陣容當中 其實板凳深度相當的不足 像是中央日報 他就講到說這一次的 這個南韓隊 在十二強的預賽就被淘汰 是韓國的棒球始入日 那韓聯社他們也說 其實你第一輪就被淘汰了 那你今天在打澳洲 其實毫無疑義 可是輸跟贏都沒有關係 就趕快打爆回來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過去南韓隊 在十二強賽當中 他們可說是王者 因為在第一屆 2015年的時候 他們是拿下來冠軍 那2019年的時候 他們拿下了亞軍 甚至晉級後來的東京奧運 但這次在第一輪就止步了 這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好 確實這樣的結果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不過想要前進東京 來替中華隊加油 雖然剛剛提到了 機位有多開放 但是就算搶到 到當地要找住宿 還是很不簡單 像是東京巨蛋 附近幾乎已經滿房了 只剩下三萬兩萬五千元的房間 中華隊做到了 成功晉級到世界棒球十二強賽的四強 準備前往東京 球迷們當然也都想跟著去囉 不過您如果打開訂房網站的話 就會發現 在東京巨蛋附近 這住房幾乎都已經客滿了 很抱歉 本站站無空房 游標不管怎麼滑 都出現這樣的提示字 距離最近有空房的飯店 走路距離約十三分鐘的房 三碗價格也要兩萬五 那再住遠一點走可以吧 往下滑到雨天機場附近 也都滿出來 只剩下零星較貴飯店 一個人的預算 可能就要抓到三萬 貴的話是大家其實都會覺得貴 不過因為中華隊 這是可以進市場 那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可能就是咬緊一下荷包這樣 對 就是給它拼下去了這樣 達人則說 變同房法就是再住遠一點 住在新幹線有道的城市 或用鐵路周遊券通勤 省費用 相對比較近的上野車站 更是沒有房 在雨天機場內有一個飯店 是超過一千六百個房間的 也都是客滿 但不只飯店 還有機票也爆貴 打開機票網站 搜尋21號到24號 最便宜直飛駕要一萬五 最便宜連航轉接要一萬二 傳統航空則是一萬五千塊 也有日航經濟艙來回 出現近五萬價格 比較接近週末的時間出發 所以現在的一個機票 其實幾乎都是還售的 現在的票價 應該都會來到 超過兩萬元以上的這樣一個價格 旅行社也超有感 東京自由行機票幾乎一味難求 但先別管機票或住宿 重點是東京巨蛋 球賽門票也好難買 前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就在臉書分享 週日決賽沒票了 飛去也沒用 只剩下週四週五 中華隊出賽還有空位 十二強棒球賽開拼 球迷們熱血也帶動週邊賞擊 TB新聞李建文章會先拍報道 不過不管能不能夠到現場 還是可以持續來為中華隊加油 而這一回能夠闖入四強 創下了隊史的最佳紀錄 如果拿下獎牌的話 也有國光獎金 會有多少呢 時間再交給鳳瑋 中華隊這次在十二強賽 創下了十三最佳的成績 要前往東京 現在是已經晉級到了 全世界的四強 對於全台灣的球迷來說 相當的振奮 對球員來說 其實除了心靈上的富足 達成成就之外 其實荷包也是賺滿 因為他們這一次 如果進到副賽的話 能夠取得前三名的名稱 他一定就會有國光獎金 第一名金牌可以拿到700萬元 第二名比較少500萬 第三名則是有300萬元 對於一些平時在球隊 在聯盟裡面的薪水 不是這麼高的球員來說 這些數字其實不無小補 而且現在除了中央發放的 國光獎金之外 包括台北市府 新北市府 他們額外給予了10%的 額外的加碼的獎金 如果像是你得了第一名的話 那700萬元再加一成 那就是770萬元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成績 對中華隊來說也是相當不容易 過去在世界棒球的一級賽事裡面 像是1992年的巴塞龍蠟奧運 中華隊獲得了銀牌 當時候也是舉國歡騰 那他們也拿下了這個 國光的獎金500萬元 那2013年經典賽拿到第八名 有點可惜差一步一顆好球 就可以晉級到四強 但是最後差一點點輸給了日本 那次也是讓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這一次中華隊闖進了四強之後 能不能有好的成績 大家都必須為中華隊來加油 好前機場邊應援的球迷 拉拉隊也很搶戲 只是這樣熱情的台式應援 卻沒有辦法原汁原味搬到日本 因為日本的場館內 是不能夠使用擴音器材的 而球隊的應援團長就說 他們會用人聲來給足中華隊力量 新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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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隊女孩跟著節奏及口號 為中華隊熱情應援 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台灣準備前進東京巨蛋 卻有規定應援不能有擴音器 啦啦隊也沒有應援舞台 中職就與應援團開會 怎麼進行台式應援 而這次擔任中華隊應援團長之一 一位全龍的薰姬就提到應對配套 支援一些比較簡單的音響設備 或者是一些小號手 超過十點是不能放音樂的 那其實大家都是用人聲 一起唱出感動 唱出我們台灣的力量 很多不一樣的聲率 對 然後日本的話我覺得他們 是在一些喊聲上面 跟他們的音是比較 大家會一起唱 但是他們是比較少動作 主要就是可能跟旁邊的人 大家一起唱歌這樣 到了關鍵的1 2 3 GO了 小胤 艾雲都有參加 十二強賽事的應援 而去年小胤也有到日本 參加雅冠賽應援 感受到日本球迷的熱情 就是像在職棒客場 其實也沒有舞台 那我覺得應援的主角是 就是球迷嘛 就是讓他們可以一起 一起應援 曾當日本東北樂天經舊啦啦隊 女孩的高潮家帆 現在為樂天女孩 也為十二強應援 有感台日差異 日本人每個人都要 每個人都要看著野球 真實地看著的人 坐著看著 也要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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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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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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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加油吧 TVB的新聞發言是紅庭台報導 今天來看政治話題 民眾黨主席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因為涉及金華城案 遭到延長積壓 時間是到明年的1月4號 不過他日前其實黨主席工作 只有請假三個月 眼看就要到齊了 民眾黨是召開會議 一致決議要讓柯文哲 再繼續請假三個月 力挺柯文哲 團結民眾黨 把守牽警展現團結一心 民眾黨替延壓的主席柯文哲 延長嫁單 我們出席的委員 共有14位 一致通過本案 柯文哲繼續請假 三個月到2025年的2月28日值 這也意味民眾黨 到明年2月28之前 持續處於沒有主席的緊急狀態 民眾黨暫緩推代理黨主席 也是要正告外界黨內 堅若磐石別再見縫查針 我們也不會有多頭馬車 我跟黃國昌跟李偉華 三位共同召集人 團結一次 從來沒有意見相走過 對嗎 李偉華對嗎 對 這兩項決議 柯文哲通通不知情 民眾黨會再請律師轉告主席 但照黨章規定 黨主席請辭或無法行使職權 中央委員應互推一人代理 他不是請假六個月滿 不能再請 所以說黨章並沒有對請假的期限 做限制 記者會中評委 而國民黨立委汪曉玲 提案要修正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當中刪除退降附路 參加慶典或是活動時 禮儀行為的罰則 引起了輿論的反彈 不過他今天就接受專訪 坦言說為了要避免提案 變成抗中保台的保衛戰 因此這提案已經暫緩 地檢署應該要去調查 偵查台灣激進黨 有沒有這樣構成 憲法的違憲政黨的條件 嗆嗆嗆再開戰場嗎 國民黨立委翁曉玲 不滿因為提案刪除的 無私懷條款 遭到台灣激進 到高檢署控告 違反國安法 如果今天國安法 都不能辦翁曉玲的話 我想該修的應該是國安法 有種國民黨朱立倫 你就開除他的黨籍 請問他的具體施政在哪裡 這個台灣激進黨 他已經是一個 無法無天的政黨 早上對修法態度很強硬 直到中午 翁曉玲踩住剎車 嚴格來說 我現在其實是暫緩 這樣的提案 因為我覺得我不要把戰場 一直放在這個議題上面 我覺得國會改革法案 還有憲法訴訟法的改革法案 這些對我來講是更為重要 會低頭或許也是知道 自己的提案到處都是戰場 憲訴求了 不可不測 不可不測 多個團體一字排開 建制翁曉玲所提的憲法訴訟法 要提高視線門檻 這讓律師很有意見 拜託立法委員 修法聰明一點 心腸好一點 不要定這種又笨又壞又惡毒的法律 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符合民眾的期待 符合我們主流民意 關鍵修法法案 翁曉玲都占第一線 政治後座力也衝著自己來 TVB新聞劉俊李宗哲台北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谷可主流民意